都说到生活生活啊 生活有的时候确实很现实 也许一个模型迈出去 正好能够满足一个月的生活费用 在这整个构成当中 有没有为了真正的 为了一个月的生活 而赶期制作出来的产品 有这个时候 当时我们做一款 也是客户定制的一个铁牛 当时为了赶工期 三天三夜都从来没有休息 当时我下边的那个 工人也好 他们是两个小时 轮换一个人 我是连着干了76个小时 而且中间从来都不再吃饭的 吃不下去 就是累到那种程度的时候 这家人都知道吗 家人知道肯定是知道的 那今天到今天为止 算是大有改观了 生活也挺好的了 那有什么要跟 一直支持自己的家人说的呢 我当时结婚的时候呢 我老婆的一个姐姐 给她借钱 当时我们也没有多少钱 我的工资当时是 那时候还上班 刚结婚的时候 一个月一千五百块钱 当时借钱 我给我老婆说了一句话 我说 结婚了以后 咱们家不管多么困难 我不会让你去 出去借一分钱 到现在也是这样 不管再困难 从来没有让我老婆 去外边找过一分钱 一个男人吧 应该有责任感吧 既然嫁给我了 我就得养得起 未必能让你幸福 但不让你受委屈 包括我的父母 到现在也一直跟着我 从农村 我们两个都是 从农村出来的 从小都是面朝黄土 背朝天 我们就是想 靠自个儿的双手呢 给家人一个好的生活 我觉得你说得特别踏实 真的 确实就是这样的 我们刚开始一步一步 走来到现在已经十五年 确实很不容易 但还好 但还好 通过我们两个人的 共同努力 有现在的这个成就 小有成就吧 至少比我们周边的 上班的那些 要稍微好一点点 至少我们的时间 也相对自由一点 至少我们的这个财务 也相对的要好一点 所以说 干自己喜欢的事 而且还能得到回报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很好的价值 很好的体现 它就是一个工匠 它把兴趣 变成了谋生的手段 你说技术含量有多高 也没有 但贵在于他们坚持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只会干这一件事 来 我来问一下 现场的企业家 有谁有像他们一样幸运 十几年的合作伙伴没有变 而且两人喜欢的是同样的东西 而且没有为钱吵过架 我有 李浩阳 我跟李浩阳十年 你们俩不吵架 我们俩不 基本上不吵架 是因为你根本吵不过他 对 所以你说的 其实这就是聪明的一点 所以你们是 我知道我吵不过他 所以我们不吵 那你说一次 你跟李浩阳之间 因为矛盾而引发两个人 促进深情的事情 在一二年 那个有一次很矛盾 没吵架 就选择分手 就我们散伙 那时候是在另外一家公司 然后呢 我电话关机关了三天 他找不着我 他哭了三天 他发动所有的人 包括发动他老婆找我 然后第三天找到了 我们约在一个地方相见 第一个动作 我们是拥抱 然后那个分开的念头 就骚然就没有 在那个电影 《中国合伙人》里面 说男人有三件事不能干 第一件 不要跟比自己聪明的女人 谈恋爱 第二件 不要跟丈母娘打麻将 第三 不要跟兄弟做生意 事实上有很多人 好兄弟之间 因为一起做生意 因为欲望 因为钱 最后分散 但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 这两兄弟 因为一直与钢铁打交道的人 一般都是相对沉闷的人 否则他不可能 一锤子一锤子敲出来 尤其是这哥们 所以他们俩能够到今天 共同做着特别喜欢做的事情 没有为钱吵国家 从一开始到现在 一直还不离不弃 还的确是这种兄弟之间的感情 比很多夫妻的感情 都非常深厚 对于他们来说 这是莫大的幸运 很多人可能没有这样的朋友 也没有这样的友谊 挺让人羡慕的 所以你们俩应该拥抱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